日本收納檢定協會認證的整理收納師 大家都知道香港一般的居住環境是比較小的 而且儲物空間亦非常有限 亦因為我們的個人生活習慣會導致我們有大量的雜物團職 往往會大大減低生活的便利性 所以我們希望透過收納 務求令香港人的生活變得更加舒適 想將亂七八租的家庭整整齊齊 改善生活空間但又不知如何入手好? 等Kate先教大家三個的正確收納步驟 以及一個要決吧 攤開的意思就是將全屋的物品全部攤開 才可以重新審視一下家庭的物品和數量 然後進行分類 分為經常用和不是經常用兩大類 依照自己的起居生活習慣 設定好每件物品固定的擺放位置 經常使用的物品要放在最方便擺到的位置 物品便可以輕鬆歸位 減少家再次連七八租的可能性 Kate說 只要物品有系統地擺放和整理 小空間都可以好好用 經過大約五個小時後的空間大側位之後 終於完成了煮食區 用餐和休息區域的整理 我現在可以教一教大家 我們一起來看看這個廚房有什麼問題需要解決 主要有三大問題 首先第一個問題就是廚櫃內部的問題 在原先的廚櫃大部份的物品 都是由堆疊的形式擺放 而且沒有一個很合理的分類 這樣會導致屋主在煮食的時候 需要花費更多的時間 去找它需要的用具和醬料 我們會先把廚櫃的所有物品都拿下來 然後攤開進行分類 大致上會分為以下幾個大類 就是食品 醬料 廚具 製作工具 我們會建議使用一色一樣同色系的收納盒 將我們以上幾個類別的物品都一一收放好 最後加上標籤 方便屋主可以迅速把物品放回原位 減少這個凌亂的現象 屋主曾經反映過在它煮食的時候 遇到一個最大的煩惱 就是在廚房這裡沒有一個活動的空間 可以給它處理食物 就連在昇盤旁邊這個最有潛力的空間 都已經被洗乾淨的碗碟霸佔了 所以我會建議屋主增設一些流動的手推車 就可以把洗乾淨的碗碟放回上層 第二層會放回使用頻率比較高的餐具和杯 第三層會放置一些比較重型的物品 例如煲或煮食的米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水槽櫃 原先物品的位置分佈不是那麼合理 有些空間也沒有充分地用到 例如有一組我們眼睛看到這個比較大型的平底鍋蓮蓋 因為非常重 其實不是很適宜放在我們的廚櫃最上層的 除了在拿的時候非常困難 亦會存在著一個很大的安全理由 而我們的做法就是會把最重的平底鍋 撕在最底層的水槽櫃 屋主在拿的時候也會更方便和輕鬆 餐桌和梳化都很容易會成為我們雜物堆積的重災區 而最有效的解決方案就是保留在餐桌上使用的物品 例如一些水杯、水和日常要服用的藥物 至於電視吊櫃就有兩邊開放的空間 第一邊我們會放回我們使用頻率最高的物品 例如是我們一些防疫用品、消毒物品和個人物的產品 至於另一邊的開放空間 我們就會把它設立為一個展示功能的區域 展示回屋主的收藏品 至於使用頻率似一級的物品 我們就可以放上去最上層 例如一些零食 以及屋主其他的精品收藏 罩眼看上去好像沒有太大的問題 由於兩組電視櫃打開的方式是有明顯的分別 所以我們會根據打開方式的容易程度 去為屋主的物品重新佈局 首先較容易打開的一邊 我們會放置使用頻率中等的物品 例如一些小家電、工具、日常清潔用品、個人護理的備用品 至於比較難打開的那一邊 我們會放置一些使用頻率非常低的物品 例如一些限制的碗碟、電器和零碎的物品 收藏完煮食、用餐和休息區之後 下集就輪到房間 還會教大家如何摺衣服 才會最省位和最容易拿 最後了解一下日本收藏司的服務性質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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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